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阴间神探 作者盗门老九 演播紫巾 精彩继续 坐在沙发上等黄小桃拿东西的时候 我的内心真叫一个忐忑 有一瞬间甚至想夺门而出了 心中另外一个声音在咆哮 宋阳你怎么可以这么废物 这几分钟简直度日如年 然后黄小桃从卧室里出来了 双手背在后面笑嘻嘻地问 猜猜这是什么东西啊 给你提醒一下 塑料的上面有洞有保护功能 我愣了一下 这肯定是陷阱 灵机一动就说 不会是光碟吧 靠 这都能猜中啊 黄小桃一脸失望 拿出一张装在盒子里面 还没开封的光碟 是经典恐怖片 午夜凶灵 经历刚刚的心里落差 我稍稍冷静了一些 说 那你希望我猜成什么呀 这下轮到黄小桃脸红了 但是也只是脸颊上 微微泛起一圈红晕 光碟还能猜上什么啊 靠靠你智商罢了 哼 还说我心口不易呢 我被调戏了一顿 终于逮到一个报复的机会 黄小桃拿着光碟的脚 敲着我脑袋 你是不是想死啊 这种我这样说你 不准你这样说我 我疼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我错了我错了 哼 黄小桃插起腰来 我由着脑袋问道 这么老的电影你竟然没看过呀 黄小桃翻过来看看封面 没啊 我一直听人说啊 这片子恐怖的不得了 结果买回来呢 又不敢一个人看 正好今天有你在 陪姐一起看呗 对了 你以前看过吗 没有 我摇里摇头 那正好 一起看吧 说完 黄小桃便把影碟拆开 塞进影碟机里 其实 午夜兄弟我初中就看过了 只是不想扫他兴罢了 影碟开始播放 为了营造气氛 黄小桃还把灯给关了 然后整个人 全坐在沙发里面 双手抱着腿 那一双银白的眉腿 还有他身上的香气 搞得我心虚不宁 眼睛都不知道 该往哪儿看才好 真子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黄小桃吓得肩膀怂了一下 用嘴不停咬指甲 一只胳膊伸过来 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我问他 你一个警察还怕这个呀 咦 你不怕吗 黄小桃纳闷地说 怕是怕 那也没你那么夸张啊 黄小桃吸着冷气 我听同事说 这片子看完之后 晚上都不敢一个人睡 那你还看 要你管 说着 他索性把身子靠过来 凉凉滑滑的肌肤 就贴在我胳膊上 那股香味更加强烈了 我现在才知道 温香软郁这次 一点也不夸张 有一瞬间 我甚至有种 小胳膊 缓住黄小桃的冲动 但是我也就想想 实在是没那个贼胆呢 这电影吧 与其说恐怖 倒不是说呢 是压抑 自始至终都弥漫着一股 让人压抑得透不过气的感觉 时时刻刻让你感觉 后脖子冒凉气 演员每个转身都担心 他们后面会冒出什么 我感觉 岛国人民在变态这方面 是无人能出其忧了 真是自家老太太倒地 不服不行啊 看到中途的时候 黄小桃不停发出惊叫 他样子是真的被吓着了 把我的胳膊越钻越紧 钻得我都有些疼了 平时感觉他胆子挺大的呀 原来也有害怕的东西啊 我就拿过遥控器 把声音调小了 恐怖片声音变小 就没那么恐怖了 到第三次真子出现的时候 黄小桃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心想 这适应能力太快了吧 刚刚会不会是装出来的 结果扭头一看 黄小桃竟然睡着了 脑袋就搭在我肩膀上 发出细微的憨声 我伸手捋开他耳旁的头发 黄小桃熟睡的侧脸 真是美极了 就像一只睡熟的小猫般 乖巧 虽然从我的视角也能看见 他胸前雪白的视野线 可是我更喜欢看 他熟睡的脸 我想我现在有点花痴的 不可救药了 他身上那股忧香 仿佛在引诱着我 我不禁把脸凑了过去 心跳又不受控制的加速起来 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送阳啊送阳 你怎么能干这种 趁人之危的事情呢 但是好像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说 时不我待 还在等什么呀 你是不是男人呢 内心激烈斗争了半天 最后还是理智站了上风 决定当一回留下会 不过也不能就这样睡一晚上 我非累死不可 于是我小心翼翼的挪动身体站起来 每个动作都放得很慢 黄小桃的脑袋失去支撑倒下来的时候 我赶紧转过身拖住他的脖子 然后我把另外一只手插进他的腿弯里 把他用公主抱的方式抱了起来 虽然我体力一般 可是不到一百斤的女生还是抱得动的 黄小桃的发烧扫在我手臂上痒痒的 我把黄小桃抱在卧室里放到床上 正要抽身离开 他突然用一双纤细的胳膊勾住我的脖子 抱下了一跳 难道他没睡着 然后他说起梦话来 口齿不清的说 别让那家伙跑了 接着开始摸牙 我一阵好笑 睡梦中的黄小桃真是太可爱了 我慢慢低头 把脑袋从他手臂中抽出来 同时用双手拖住他的胳膊肘 防止他的手臂掉下去 打到自己胸口上 这个动作可太高难度了 我几乎是用穿针引线般的耐心完成的 最后终于成功地和他分开了 黄小桃四仰八叉地睡着 我感觉就这样走 我有点于心不忍 于是给他盖上毯子 我回到客厅 恐怖片当然没有接着看 关了电视 躺好睡觉 在黑暗里反复回想着刚刚的一幕 想着想着 自己竟然笑出来了 我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 这一天也是太累了 我很快就睡着了 结果被电话铃声吵醒 黄小桃在卧室里就说起话来 找到尸体了 行 我马上就来 然后从外面大喊 宋阳 宋阳 我醒了 黄小桃火急火燎地说 穿好衣服 准备去趟警察局 他们发现了一具尸体 好 这时候才凌晨四点 我穿好衣服 不一会儿黄小桃穿好衣服出来 身上挂着配枪 从挂衣钩上取向外套披上 用手拢了一下头发 一换上这身形头 他瞬间从可爱帅性的少女 变回成熟高冷的女警了 他问他 睡得好吗 我不禁苦笑 凌晨四点被叫起来 你觉得呢 这警察的生活啊 没办法 对了 要是饿的话 冰箱里有些面包 不用 我拿上手提袋 随黄小桃下楼里 随后 坐他的车来到警察局 一路上没有说什么话 快到警察局的时候 我就说 我又在这下巴 怎么了 黄小桃问 我解释了一句 现在是凌晨 万一把你同事看见 我们一起赶到 说闲话就不好了 黄小桃笑了 看不出你心还挺细的呀 他把车停下 我准备下车的时候 他突然问道 对了 我刚刚怎么睡在床上啊 啊 我一阵哑然 不会是你把我抱过去的吧 我羞涩的承认 是啊 被子也是你盖的 是啊 我头快埋到地下去了 黄小桃突然伸出手 轻轻摸了摸我的下巴 就说 谢谢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阴间审探 想听到更多精彩有声故事 可以关注我的喜马拉雅账号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